為到共同推廣中臺灣農業以及在地第13業和關公路由 關國特別配合中中島三館市所合辦的農業法南會議員 將今晚南道館進展門的天空支給問票 特別為原價50元來港港每人只要花10元 對出關國關公處和特別天市南島鄉親 可以把握最好幾個機會擁有政翁天空支給來享受美景 歡迎台中市彰化線以及我們南投的鄉親 在這段期間一直到12月這個月的16號 都是可以以這個特惠票10塊來天空之橋來踏青 那特別是下雨現在那麼久那天氣已經開始放晴 那歡迎所有台中市彰化線以及我們南投的鄉親 能夠到天空之橋來踏青 特別以優惠票10塊來歡迎大家 驚在天空支給的上面 為台灣海駕吹來的風味不吹喚 天氣若好 為宮殿看出去的風景 是驚得清楚開看的享受 無論遊客都很愛來 現在的雨花票價只要10塊 很多民眾知道之後都表示困點以外 你希望管府未來可以多多來基盤這種的雨花 我覺得不錯啊 因為他這樣優待的話會刺激更多人潮前往那邊去遊玩 而且那邊的風景之類的也都營造的還不錯 那會不會希望說他可以之後再有這種機會 當然越多越好 雖然說是只有10塊錢 那因為目前的那個經濟狀況大家普遍都不是很好 那就算說是10塊錢的優惠那計少成多嘛 那對每個人來講的話應該會更具有那種吸引力 那當然也希望說以後能夠繼續有這樣的活動推出來 那對民眾來講大家一定會更高興 更希望到南投來玩 天空之橋為何讓大家的人氣一直盡量 大陸的UK正來參觀 也難免三線交通停車以及環境情結的重重問題 對主管副觀光處也已經進行改善 對那增加停車場跟便室的方便將來使用 也開始進行團體UK一定參觀時間的制度 希望環境來提升天空之9的觀光品質 記者金粉絲 蔡鳳報道